各位觀眾朋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很感謝你們 來玩這款七禁 8月13號開始測試 測試到8月23號 這邊要註冊是不是 OK 然後註冊 這款遊戲是大陸遊戲 所以你可能需要有大陸的身份證 好 我來註冊一下吧 我自己註冊好了 來吧 就這樣 選擇出生地 邪 然後這是什麼字啊 然後銀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字耶 王嗎 白小門 然後不知道什麼花格 不認識啦 簡體字 然後天劍格 蓬萊 蓬萊還是蓬萊 蓬萊居 唐廷中 慈航齋 創意格 聖火墊 懸疑門 這邊的話 我不是選了嗎 選擇一個幫派私利所在地有 隨機可以獲得200元 把它隨機好了 好了好了 真奇怪 那畫質的部分 稍稍模糊 應該是一款武俠遊戲啦 武俠風格的遊戲 那可男可女 哈姆 好 然後這邊有出生地嘛 我是白小門 然後出生地 西域武林 然後隨機 那這邊沒有Live2D耶 就只有那個2DD匯而已 比較簡易一點 省成本 然後也沒有餘音 然後它這個對話框是用這種 拉進來的 蠻奇怪的 往上拉 往下拉 彈進來 這樣就 整個玩起來就比較弱一點點 那我們跳過劇情吧 好 戰鬥系統 從 有點像之前玩的那個 射雕英雄傳吧 什麼金庸三部曲的 射雕 射雕三部曲 玩過幾款還是這種戰鬥模式 我拿著這個打狗棒是不是 好 返回 巡俠 抽角色吧 令狐小家 不知道幹嘛的 大概又是 超金庸的嘛 大部分的那種武俠遊戲 他不敢用金庸的名字 金庸武俠裡面的名字 所以他都用一些 他都用一些變體字 變形的字體或是一些代稱 上陣一下 什麼秋孟菇啊 好這個 好這個 揪魔制 靈制 高手甲 怎麼那麼奇怪 結果我們是武俠遊戲 他怎麼全部都女的 加我自己 好下面有那個 能量條 能量條滿 應該可以放技能 OK 放技能 這邊可以自動是不是 好像不能自動 不能取消 好天女上花 好天女上花 有個奧義 然後有個漁印杖 基本的啦基本 練武奇才 這樣我選門派有什麼差別啊 一開始選那個出生地啊門派也有什麼差別我就不知道 好這邊要教我們升級 很奇怪啊他一直跳過劇情應該說選擇跳過吧或是返回上夜啊 呃848 跳過的話還可以跳過 直接跳過了耶 好又是一款全自動 全自動的遊戲 全自動戰鬥的遊戲 沒有技能可以自己 施放 然後也沒有合體技 沒有連擊技 然後也沒有什麼 大招可以讓你按 角色的話 氣滿的就自己放大招 自己放他的奧義吧 好突破一下 他就沒有Live2D啦就立繪而已而且立繪還有點模糊 這邊有加速耶 他就這個乘1乘2乘3也太簡易了吧 沒有一個幾倍數 然後一個圖標沒有就乘1乘2乘3 現在那個跳過可能是因為我現在是測試服啊 我通常跳過功能都是要有VIP啊或是有一些特權 或者是你要玩到某些關卡之後才可以跳過 哪有人一開始就可以跳過啊 這就很奇怪啊 這樣大家都不用玩啊 這樣大家都不用玩就跳過就好 好返回 那金脈是什麼東西 金脈應該是主角的吧 我們自己的吧 增加我們的處性喔 增加我們的攻擊 物防 生命 法防 他分物防跟法防喔 為什麼還有法防 這遊戲有法師啊 這不是武俠遊戲 哪來的法師啊 奇怪 這個遊戲的開發者出來出來講一下 這不是武俠遊戲嗎 誰會用法術啊 好吧反正他就他就分 分物攻跟法攻吧我在想所以會有物防法防 突然間有我在玩天地劫啊 還是說我覺得他應該分了那種外攻跟內攻 練體 武功不是有時候分內力 跟練體這樣 我現在三倍數啊所以打起來很快 也不知道什麼假什麼的 繼續打 反正他名字都有取得很奇怪 有的武俠遊戲會 把字型變掉 比如說鍋鏡他就把那個鍋或鏡子體改掉 不管是什麼鍋小鏡 把他亂取一些什麼龍姑娘 因為那個小龍女啊然後就是什麼龍姑娘 這樣子 之類的吧不然就是吸毒啊北蓋啊這樣子 東邪吸毒北蓋這樣 他就用一些他們的那個武林稱號嘛 盡量避開那個版權問題 比如說現在那個 大陸的遊戲也都比較會注重版權嘛就是他 不想要觸犯到人家版權就是會用一些 規避那個版權的問題 因為遊戲都還沒賺到錢你就要去買版權 負反廢的話那不是虧吧 跟做生意一樣 還沒賺錢 就要先大量投資還不一定能成功 畢竟這遊戲還要測試嘛 遊戲來測試在以 大陸遊戲來說不一定會上架 他們必須通過審核 有時候審核不過 不過的話 會拖一兩年不一定 那遊戲都量掉啦 那個開發的組員啊 團隊啊就解散了 所以有些測試的遊戲 我以前玩過他不見得可以 成功上市 應該這麼說吧台灣你能玩到的那些遊戲都是已經在 陸服那邊 或各國的遊戲 他們國家已經施殺過一番脫穎而出 有辦法賺錢 台灣才有辦法 代理得到 因為我是代理商我也是要觀察 觀察說你這個遊戲的銷量怎麼樣 我先觀察了半年或一年 確定沒問題了 我們再來台灣上市 上架上市 所以你玩一些遊戲如果是陸服的話可能會 跨一些台灣的進度 半年到一年 通常是這樣 當然有的是兩三個月而已 差距兩三個月就不一定 或許那個代理上就是他們自己 因為現在 前幾年在某一次吧 就Google Google Play全面被退出 他們就全部退出那個Google Play商店 他媽發展自己的平台 所以Play商店上面你基本上找不到大陸遊戲 大陸的手遊都是有代理的 所以台灣那邊有代理商代理 過來這樣 打得怎麼樣 都沒有名字 沒有招式的名字 沒有什麼 漂亮的動畫 好勝利 好玩十分鐘了 然後 可以返回了嗎 可以了啦 我們返回一下吧 他雖然有指示我 但是其實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十分鐘差不多 有沒有聊天室 這麥克風 沒有沒有這個麥克風好像是聊天室 是不是 然後 沒有人聊天 因為現在半夜時間 好現在八級 然後有體力字 耐力 耐力有不知道什麼啦 挑戰次數 不知道要挑戰什麼 巡俠是 抽角色 我們來抽角色 怎麼都是女的啊 女士客 然後 4個小時都會免費 然後這邊要花元寶 300元寶 好巡俠大概這樣 分兩種嘛 分兩種嘛 就民宿跟大俠 這個會比較好 藍紫層 然後這是綠藍紫 那為什麽他還有那個 一個紅色點點啊 不太懂 因為我已經抽完了 這邊是什麼 比武招親是怎樣 第4章 然後這邊有郵件 我們看一下沒有福利 沒有福利 好吧 就加減完吧 陣容 我們現在有三個角色 強化大師 一鍵強化 一鍵裝備 好一鍵裝備 已經沒有裝備了 那 升級的話 怎麼升級 點一下他是不是 點一下他進來 因為剛剛那個教學啊 我就隨便看看而已 這邊有信息 喔這女主角 香陽城 郭大俠 郭靖 郭鄉 郭福 郭破爐啊 羈絆 天賦 返回 這邊有一些攻 防禦 法攻 我是法師喔 還物攻 外攻 你看我就跟我說的一樣嘛 分內力 內攻跟外攻啊 然後他把內攻認定是法攻就對了啦 這裡遊戲的法攻就是內攻 然後物攻就是外攻 我想說這遊戲沒有法師啊 奇怪 好俠客 俠客點進來一樣意思啊 一樣意思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這邊點進來左邊有這些 我知道了啦 我剛剛是主角 主角這邊不能升級 主角不能自己升級 因為升級需要支援 可能不能超過我主角的等級吧我在想 不知道 我現在主角幾級啊來看一下 看不出來 就只有哈姆加1 我好像只能進階 反正點過來這邊就有升級啊進階 進階又加1嘛 三四級才能加 加入蓬寶寶寶他這個字型沒有優換就好醜喔 你不能說好醜的就是用最基本預設字型 跟我的封面一樣 我都用預設字型 預備字型也是有版權的 你用人家的倒版人家字體 人家也是要花錢 人家也是要賺錢 那你又不花錢 你用一些盜版的 對吧 那就說不太過去了 那與其用一下盜版的我就不要用 就用內建的 用內建的字型 什麼微軟的那個正體黑 正黑體 就用正版的 正版的就沒有什麼漂亮的字體 所以我的封面就醜醜的 然後畫面都是遊戲的畫面 那有些遊戲他有說用那個明星代言 為了不好意思用人家明星代言的那個頭像 用了覺得有點怪有點奇怪 然後有些遊戲頻道會用自己的肖像 就露臉這樣 露臉這件事情可能要 我覺得可能要還好一陣子吧 你有沒有想過要露臉 除非做直播吧 是不是直播才比較需要露臉 我覺得YouTube做直播的話 有100個人看就超厲害 如果你有100個人看 就已經超級厲害了 可能就幾十個人看 我覺得就一般人 可能就幾十個人 10幾20個人搞不好 好 就看你的訂閱數直接除100 或是除1000 比如說你訂閱1萬那就除1000 十個人看 因為我自己很少在YouTube上看直播 因為我喜歡就是 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直播的話你容易被時間綁死 就是 變成那個直播的人要每天固定 或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去直播 然後我就一直沒辦法 因為我都是半夜才玩遊戲 半夜怎麼會有人 可能就必須要去Twitch吧 做遊戲直播都是要去Twitch Twitch這幾年不知道發展得怎麼樣 Twitch如果能有1000直播就超級厲害 基本上那個已經是可以賺錢養家了吧 因為Twitch要訂閱吧 類似月卡這樣是不是 贊助 而且我以前好像記得是55分 就 平台50你還50這樣 YouTube的廣告是5545 就是你們看一個廣告可能就是0.1元 給這個頻道的人 如果他有廣告的話 大概0.1而已 很少 就是你還要跟那個YouTube分嗎 你可能拿55%然後YouTube拿45% 廣告費 因為人家有出那個平台錢 然後伺服器的錢還要維護 一堆有了沒 我們只是創作者而已 創作者看你什麼類型 好 打狗棒法 天下無狗 我記得最後一招天下無狗 這招一出之後天下狗都被他打死了 帥氣啊 什麼棒打什麼什麼 反正那個打狗棒法也是 蠻帥的 至少小說裡面寫得很帥 黃龍有用 我們玩到哪邊啦 跳過 這遊戲可以跳過 真厲害 就路人我們會開始說 這個可能到時候會有 索VIP吧 好我們把這個 紫霞標局給過關 你看這個林曹英改名叫葉曹英 然後孟菇就是那個 是不是神雕跟色雕裡面也有這個角色 好像是英菇是不是 反正也是什麼菇的 他就亂改一通 我都可以過奇怪我都沒練等 沒什麼練都可以過 好第四章B5造星 我知道了 B5造星 剛剛有說嘛 B5造星才會開啟什麼東西 我們把之前那個寶箱領一領 他有分難度啦 我現在過的是普通難度而已 喔遊戲的字體真的很大耶 圖形也很大 他怕我們看不清楚是不是 然後畫質就比較尷尬一點 沒有那麼精緻 賣賣什麼菁英普通日常 好 那設定的部分我剛剛沒看到對不對 這裡 遊戲音樂遊戲音樂 因為我覺得他不會有畫質啊 這邊有流暢模式嘛 流暢模式應該是讓畫質更低吧 我在想 因為考慮到有些人手機效能不是很好 所以他的畫質可能就用比較低 這是那個他們顧客群 面相吧 面相 好金脈剛剛有玩一下 加我們的物防法防 就內工跟外工嘛 然後回收應該是那個 把你練的資源給回收吧 重生的玩法 然後30級可以開幫幫派 好這邊24級 可以開 來我現在10級 我的人在這裡我看到 好友郵件排行榜 還有人玩是不是 我現在排1000多名 所以1000多個人來測試就對了 理論上 然後歷練 歷練應該是副本玩法 這邊應該是副本玩法 好然後這邊獎勵中心 這我開始選擇那個城池 不知道為什麼要選城池 然後活動 簽到 他剛說我vip1 等級禮包 招賢納士 副本福利 這是刷新服 我都要幹嘛的 好福利基金 然後這邊有轉盤 有充值是不是 所以他是付費 他是付費喔 三檔測試啊 看起來有付費 那會比較花錢一點吧 有vip 然後有基金 然後一堆有的沒的 江湖大事 7隻活動 OK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因為時間上差不多二十幾分鐘了 那我們到現在全部都女角 奇怪 好的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來自曚 我們下期購買了 像我們下期購買了 兩千元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 cardboard 我們下期購買了 吹石 我們下期購買的 我們下期購買了 我們下期購買了